这个圆钉我记得 哎呦 这一把武神的律师 你看 大家都在打律师 真的不是我一个人沉迷于律师 我觉得律师真的很好玩 那个好玩不是那个就是 是那个好的意思 怎么解释呢 就是他很好用 的那个好玩 就路人局律师真的很好用 这把的话 追这个圆钉啊 其实这个阵容说实话 我觉得 求生者 还蛮有的打的 有个机械师的存在 圆钉的话这边上来被抓 这个开局我觉得求生者蛮有的打的 上车定下来定下来定下来好了 定下来挖油盾 你打 你打我你打我队友这边帮忙分摊 这个好像是个四人分摊 机械师的娃娃应该也在帮忙分摊 娃娃应该也在帮忙分摊 看待会儿看一下 因为感觉这里好像不是那个三人分摊的0.2 是0.15的四人分摊 这里给蓝电 给蓝电 其实没什么用啊 队友该帮忙分摊分摊 看这个圆钉待会儿还能起盾 讲道理 这个局 求生者 这边的话压一手秒盾 这边这刀就是给你打的 这刀就是给你打的 待会儿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我猜 转手过来打绿石 那我来讲一下我的猜测 我的猜测是待会儿圆钉这边可能会看 就第二波你不是抓我还是补电吗 然后在你第二颗电球要定住我的时候 圆钉这边续出这个秒盾 又秒盾来挡这波晕 下次不要拆了 那哪 我觉得这边可能是 这个影视也想到了 就我后面可能双连电定住你都打不出伤害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不如传送去抓其他人 抓这边的律石 但是你抓的是狼人啊 抓武神 这边求者全员 切 武神这边刚才受到了一个四人分摊 一个两人分摊 0.45再加这一波 这波几人分摊呢 有介石的娃娃我都看不清楚 现在应该受到的是0.55的伤害 现在受到的应该是0.55的伤害 0.55的伤害 穷者外面的密码机 算一下总量 这边的话总量加起来已经是超过四台了 超过四台的局 佣兵手里还捏有一个搏命 其实这个时候穷者要干嘛呢 补状态 他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或者说能交流的话 我觉得补状态是很好的 他们需要把求者的 机子 还没人倒地 还没有人上过挂 机子其实已经领先了 现在他们落后的是状态 就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状态补起来 待会能够出现一波救人 稳定救人 这个局就很稳 两人分摊再打 果然这边已经在补状态了 这波状态补起来很关键 这样的话 这波 圆丁赶紧切走 对吧 你要死了 自己死了 别拉我一起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观众能给我回答一下 当这边的那个串联伤害 串到圆丁那边 圆丁续个盾 这个盾能挡伤害吗 有没有人能知道的 如果说这波 比如圆丁被那个戒尸串了 伤害过去 这个盾能挡吗 有说能的 有说不能的 搞半天 那周久有人对有人错吗 我感觉一半说可以 一半说不能的 可以的是吧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哎定住 好这边圆丁 秒盾没有 没有 没有就没有 没有无所谓 没有我们这边 待会残局 我能用这个秒盾 圆丁一挂 外面的机子其实根本拦不住的 这个局还得看开门战 求人者现在呢 佣兵手里面三户毕业 圆丁有个秒盾 对吧 机械师还有娃 有的东西很多 不知道怎么输 这局我不知道 求人该怎么输 这局应该是大概率的 一个私人开门战了 打一刀 佣兵这边 机械师被踹没了 佣兵这边倒地 但机子好了 这边机子能亮 能亮了 丁 圆丁交飞轮 来 京都给到圆丁啊 还有个秒盾 还能操作 这个秒盾 应该能拖很久的时间 丁 你看 他的想法 我讲出来了 只是这个距离太近了 对不对 这个想法是一样 想法是对的 只是 只是什么呢 只是 这个距离 这个垫的一个距离 弹道太近了 导致这个秒盾 没能出来 但是我觉得 思路上面 是一样的 就是我当时想的 他故意吃那刀 卡一个秒盾 待会就是用来断 你这一手控制的 这样的话是平了 还行啊 影视这个距离平 已经很不容易了 面对的毕竟是 你看狼人啊 都是顶级的求生者 树安